在这个车库旁边很有可能会被打侧身 外面的先倒 海伦想走过点被Monster抓到了 现在头 这即使拉起来也没有时间去打药 两个人的血量都不多 多少也是要波及一点的 小北刚复起来 小北就把海伦抽到了 17上了三 这样的话这一片打着的视野 打的话是历史有点太大了 只能顶FTY近点 但是17是无差别输出 他是看到人就打的 是的 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阵型来看 打的话是最难受的 你不能往南边去拉扯了 你要顶的话只能顶FTY的近点 FTY其实把人往坡那边赶 然后看能不能用雷去拿到分数就好 是 补分补掉一个 当方中没有落 Monster走反驳这个时候 看到一个背身有可能 你在看哪里兄弟 刚好往上面去看一下17的一个情况 是的 开闭侠 你在这个地方 这个车库你测你不如直接蹭到里面去对吧 嗯 就大脚步就直接拉过 他会看啊 对啊 BGP这个背镜挺拉矿 是的 但是他准啊 他是集火 还有队友 有队友 对 DG98的这个枪声 哎呀 这个确实 嗯 拉出去去清毒狼很危险 穷扣莫追 是的 现在我看GFY的这种二组合比较固定啊 基本上你看到小鹏就能就知道Summer是在他旁 这波能接受吧 最起码两个人都没掉啊 原家头们还打掉一个还行 拖一下拖了一下尖气的节奏 我看这个时候的话 GFY进城之后 那不就进入到New Happy的手掌心了吧 是 GFY改变策略 是想要直接盲扎进 全都心找机会呆了 三个人感觉不太好推 上面的砖房是没人的 嗯 还可以保车 车也快不行了吧 感觉是车 这一路上也是吃了不少枪的 哇一滴血 算是 已经很赚了 是的 他们里面好像明明的dpi是不适合压头 就是扫车的 它是扫车的 0.98 而且游戏内开箭粘迹度是30几 正常中心点的防徐没有人 结果GPR已经开枪了 这样的话 天马只能在边缘位置控住南边 FYM也是持续的调整一下阵型之后 往里扎还是被USD打下来一个 其实我刚才FYM的车队更靠近天路 但是USD没办法 USD准 那两枪上打下来了 是的 那马里都不好过 对 这个也是扫那种过点嘛 你看后面 旺仔也是一样的 旺仔那个位置的话 同样的路线 一步的话 GFYM人不是满边吗 可能压力小一点 龙斯哥是第三关的时候没过去 这是第一关17枪线 第二关KDF枪线 第三关天路枪线 第四关USD吧 太多人了 是的 我感觉这个FYM踩了个点 IPFY踩了个点 DK还能去哪儿啊 现在DK也是属于无从方 哪边没人 他就去哪边 他喜欢找那种小坑 找那种小坑 然后能趴着 不受伤害 他就在那趴着 这位置太极限了 指的什么事 GFYM是过点的时候 扎过来顺便打了一个 这边是把阵台撞飞了 直接补掉了 GFYM这个时候GFYM应该是不会练战的 毕竟在马上是四圈了 这个车 坏了 刚好直接过去碾了 落地就碾 一枪头 1Tip 这是什么枪法 这是什么枪法 暈了 而且是SKS 两发两个头 是的 这个只有在传统FPS当中能看到 很难在 最后我们的游戏里面看到 一枪一个头对吧 除非他是专局 我都差点说开杠了 不行了 真的不行了 扛不住 阶段飞 杰勒斯他那绷带扎起来真的 他主要是他现在的边打绷带 边往前走 他是不如这个篮圈速度快的 那么问题来的环节 就是来到尖辑比较熟悉的环节 可以推边了 也不用忙扎的吧 这波但凡想强 CVS能埋掉Penro一个的话 这波尖辑可能要往这边靠了 马上会生很危险 打了一个 但是小佐收集到我赶紧帮忙 是的 有高点 我真晕了吧 这样的话实际知道一个圈运 不用动空的舒舒服服 天罗也不用管这个圈怎么排 天罗大概也是肯定不会被排走的 本来马路的左右侧的面积 比现在就直接变成 五五开 五五开 是的 Penro和尖辑又是宿命之战 先雷一个 结束了 瞬甘爆炸 这把尖辑分数要被拉开了吧 这里Penro其实这个沿途 还是很危险的 前面只能慢慢的去蹭吧 这个往前面再推不了了 对的 4M 这里也是被抽得很惨啊 Penro的第一中心肯定还是得要放到南部了 因为GP 而且两个队伍进圈的这个角度是一样的 是的 可是我们也不忍耐 葬营 他还在看泰瑞 他在另外一边已经被N、P 准备要进攻了 进攻了 哦 小金刀 三倍进 先倒一个杀神 嗯 你上坡不太好过啊这个点 下斜坡的人 下斜坡拉了一个 下坡就是这个位置 难受了 一下倒两个人 只剩下小佐一个人了 眼里先打个包 而且DK马上过来劝架 USC也想过来 小佐一是一二一刚刚打完了 他抓那个timing 是一打一了 是的 是一打一 那自己也没了 蓝圈伤害太高了 一比二还 然后两队相遇之后的话 DK是走不掉了 Under直接被雷倒 天霸先有一点摩擦 就二被夹的时候 就选择一方 先主动出击嘛 这种慢慢的拖着被夹着打 UIP也是一直在看马路对策 他不能让就是对面的人过来 可以捕到 对 先切到一个end 车上直接被打下来 但是后点还是有枪线 幻神岛是因为南部的约细蓝白之间的枪线 会很难受 因为自己不能主动出击 那只能和前面的齐齐去会合了 所以天霸是不能跟石西这个时候打正面的 是的 那现在问题来了 田路今年可能就要防守 防水价可以 另一侧的话 天霸这个位置不太好的 天霸想用投注 同时交战了 就是PDF和石西还有这个 那个天霸和天霸 嗯 没错 你开始倒了 PDF正面是只有两个人 阿可德也倒不住 就是一个了 呆不住啊 结束了 好快 嗯 也继续待 现在就是看东边的队伍 打得怎么样 哎 这两个兄弟 是的 王鹏是把尤其两分拿下来了 嗯 石西如果是打掉了天霸一个人的话 天霸现在在哪 还有火 哎呀 好像是有雷的 嗯 两个雷同时出枪 抓了个太平帽子 所以把阿兽都打了 还是王鹏 呃 王鹏因为趴了 所以这波是可以补 嗯 就把谁被撒伤了下来了 撒伤很稳啊 没有过这个坡 是的 但基本上这两个队伍 在这个位置倒一个 两个同时也会倒 就没了 守不住啊 烧倒了 王鹏 那这样的话 去赛圈是 角色圈还是PCL PCL内战 是的 刚刚也是PCL 第一波出枪是没能击倒 再拉过来 但是这个距离有点太近了 这个时候拿三倍近嘛 从从从一棒 从从打一个 从打两个 这波防守还是不错的 幻神也倒了 是 石西要压了 石西这波也有击倒 他要过马路去压了 这波石西的机会很大 嗯 石西拉过来了 一个满边的队伍 周平正面反坡防守了一个 但是枪太多了 又吃到一颗伞 打完这波团 天鹿一个人没掉 对他只能一个投屏 往前面去点 已经13个淘汰了 你别说天鹿西波就反打了呀 天鹿要是掉一个人 石西机会都很大 三打一 主要是踩到坡顶的时候 小五这个位置好像不太好 能架得住啊 对 两个全是趴在地上的 这波萨萨杀风了 还剩一个人 天鹿有机会拿下 小同事上还有三颗呢 这个白 天鹿的声音 恭喜天鹿了 是天鹿这把决赛圈 打得真是 17个 太好了 而且